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彩虹还热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讲 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吧 好的,第一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七号位的大反贼主公 选择了薛宗 那么薛宗这个武将他当反贼或者说他当忠诚 甚至说他当内奸都是不错的 是有发挥的 但是当主公相当来说会比较刺一点 那当然他如果在他的回合内 这个多弄到一些闪 因为他有这个复难 这个叫什么的 对复难通过这个杀别人 或者通过锦囊 如果能搞到闪或者搞到无懈可击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 那当然我刚刚说了 他当主公会比较刺 当其他身份相当来说比较好 因为他如果当反贼或者当忠诚 他有这个戒训这个技能 能给队友强力的补牌 或者说能给这个敌人强力的八排 达到他修改这个复难的这个目的 那么他如果复难这个修改之后 就是说他杀别人 比如说别人别人打出闪 我拿出拿他的闪 他就不能拿我的杀了 他现在的这个复难的话 就是说他杀别人 他出闪了他可以拿闪 别人是拿杀 好那么这个简单的就介绍了一下 出场率并不是很高的这个薛宗 好的那么这个二号位的周泰是跳了一个大反贼的身份 他是又去火攻这个什么什么 他肯定是个反贼 那么离魂禅的话 他按照这样子打 确实是跳了一个忠诚的身份 但是吉康他是一个反贼 因为他如果是忠诚的话 他没有必要去清闲貂蝉 他是一个反贼 貂蝉相当来说跳了一个忠诚 那么这个貂蝉如果他忠诚的话 陆逊和邓爱都去打吉康 那么陆逊和邓爱应该也是属于那种中内类型的武将 中内类型的武将 比如说他们应该跳的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中的一个武将身份 好的那么既然三个忠诚应该都跳的话 那墨家如果 西子才如果是一个反贼来说 应该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配合我们的开大西子才强力卖学 甚至说西子才可以强坑学中一波 那西子才如果卖学或者说坑学中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好的 那么西子才选择了卖学 然后他判了一个黑桃 那他判黑色 他竟然来巴我们排 那这一点的话 这个西子才跳的也是一个忠诚 那么就有一个家伙就在搞鬼了 因为陆迅邓爱都去打极康 都去打极康 相当说他们就是跳了一个大大的忠诚的身份 那么下的极康都没有发动绝响 他就直接阵亡了 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我们目标 甚至说极康他可以发动绝响 可以对周泰发动绝响 但是这个由于这个场上这个这个不见到很多 下的极康真的根本就没有发动绝响 就直接就阵亡了 好了那么我敢说这个西子才啊 肯定是一个那不用猜了 既然貂蝉是这个反贼的话 那么剩下三个那基本就是中内了 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一个九杀打邓爱 把这个薛忠打残 然后带走西子才 然后一个绝笨直接搞定 那这个貂蝉真的啊 138级的还真不如一个极康 还真不如一个极康 二号位的周泰已经表明是一个反贼啊 他如果离婚离婚啊 他离婚极康没问题是不是啊 因为你本身是个反贼离婚极康 二号位周泰跳终 你不离婚他啊 跳反你不离婚他 离婚下家的都是情有可原的啊 那 竟然 竟然 我想说周泰炸已经跳终成了 你为什么不去离婚 祖宫而去离婚 那个什么是不是啊 所以说啊 这一把这个貂蝉啊 这个团队独留啊 团队独留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不去管貂蝉 这个家伙怎么打啊 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啊 好的 第二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八号位的大终成 我们看主视角啊 主公选择了我们的主 非主流主公啊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新武将司马辉啊 司马辉 那么我们八号位忠诚的话 说实话 这个 如果我们是二号位忠诚 我们推荐是选慧选玛 当然我们在这个末号位的话 这个我们主视角玩家 选择了我们的神嘟嘟啊 我们的神嘟嘟是有夜言的 哎 我们可以联想一下 或者说我们脑补一下 如果司马辉把他的龙印和封印 都给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有双夜言 是不是 我们本身就有一次夜言 在家通过司马辉这个技能 来给我们一个夜言啊 这个 我们可以计划想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啊 计划是很好的 但是现实能不能跟我们计划 融为一体啊 那就很难说啊 是不是 这个我们 其实啊 我们在这个 在司马辉啊 或者说 在任何主攻局 我们神嘟嘟 选出来 基本上本身 反正 呸 忠诚属性比较高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这个 我不用多说了吧 是不是 神嘟嘟他当忠诚 是一个很强的武将啊 好的 那么这个司马辉的话 起手把 凤印给了我们 龙印给了 介入神啊 那么二号位的这个 这个 是一个大反贼 然后 激康又是跳了一个大忠诚 哎 这样子的话 这个 攻势为重 还是改日吧 是不是啊 那他也是个反贼 那么解了 陆神 这个 又那个啥 是不是啊 这个别用铁锁 哎 这个你不用铁锁啊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用铁锁了 哎 因为由于我们神嘟鱼在啊 因为我们神嘟鱼 有夜言 本身对他们反贼的威胁就很大 那么 又有铁锁连环 那不是更大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司马辉当主 他很 确实很强啊 但是 他有 防御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差一点的 他也是啊 你没有 龙印和凤印 而且装备区里没有防具牌啊 我们是不吃属性伤害 和锦囊伤害 但是 我们普通杀 还是能对他打的啊 所以说 新武将他为什么强啊 你强就 他强就强在 你对他的技能不是很了解啊 这一点我敢说 为什么我敢说 包括司马辉 他出来的时候 他确实很强啊 但是 现在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大家都知道他的技能了 所以说 就并不是那么很强啊 包括 我们在首杀里面啊 我们这个 手机端上的这个三国杀啊 我们的庞德功 他强不强 他也强 但是 他有一个跟司马辉一样的道理啊 他就是说 他就是怕普通杀啊 他就是怕普通杀啊 好的 那么这个 路神的话 这个有着这个龙 就是有这个火技啊 当然这个我们 这个火技和我们的连环只能用三次啊 你如果啊 这个路神有火技的话 他如果一直能那样子的话 这个就很那个了啊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这个主持续角玩家啊 相当来说 比较这个 什么来着啊 这个 这个 手残啊 去连了一下董营的 当然我们去连董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改认一下 我们相当于就白连了一个人 相当于就少连了一个人啊 好的 那么国拆家把司马会的乐先拆了 然后的话 铁锁连环啊 铁锁连周而行 动物水死可破 好的 那么我们把我们场上所有的梅花牌都移出去之后啊 我们再放一个秦英如果鸡康阵王之后啊 他 给董营啊 他给董营觉醒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董营给的他什么 他是一个和弦啊 那和弦的话我们就不怕了啊 他只要不是猎弦 我们都不怕 是不是啊 好 很好 非常好啊 那么 哎呦刚刚就说了啊 没有防具 哈哈 这个 这个 那个什么是不是啊 哈哈 这个我们龙凤印齐全啊 我们又有一次叶炎好在 可惜就是可惜在我们第二次叶炎没有用出去啊 这一点就是比较可惜了啊 那如果我们陆神将拥有龙印啊 他如果能无限这个火迹啊 那他就是祝他连营啊 那当然我们这个条件限制住了啊 我们龙印和封印的这个火迹和连环 我们只能用三次啊 那如果三次这个龙印封印啊 这个封印如果给马连 那他如果通过重铸啊 他如果通过重铸的话 这三张这个梅花盘能给他造成多大的收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最后一把的话是一个一号位的大主公啊 我们主持角玩家选择了卤汁啊 我们的大卤汁 那么我们这个火攻啊 先去打一下马良啊 然后这个五次有琉璃失所啊 然后我们跟他的手牌交换啊 然后我们拿他的牌 然后他就丢光 这个我们就比较开心啊 那么好在我们这一波操作也没有这个浪费我们的神操作啊 我们这一波的这个青春没有浪费我们的神操作 为什么 马良是一个反贼 哎 马良是个反贼 那我们比较喜欢啊 为什么 这个 马良 他配合性很强 但是克制马良的武将很重 比如说 我们的曹皮克制他 蛮虫克制他 还有 等等等等 包括我们的鲁汁也克制他 还有一个姓鲁的也克制他 那谁 我们的大师鲁树 哈哈 好的 那么这个马良是一个反贼 我觉得其他人都不管啊 我砍的就是你马良 好的 这个官说也是个反贼啊 你别过分啊 这个 你该杀我可以杀我 但是不要含冰剑吧 我是不是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号位的曹人啊 他是发动巨手啊 这个没什么没做多大作为啊 好的 那么我们过河拆潮 哎 把你马良的手牌拆了之后 我们一句话下去 特别特别爽 不是 好的 那么这个五字要流离失所 你别想拿我的牌 我告诉你 你别想马良你拿我的牌 我有魏镜啊 你打不死我 不是 你九杀我都不怕 那你官所如果九杀我 我相当于就比较怕了啊 好的 那么这个曹人的话 把这个 曹人把官所的寒冰剑拿过来 他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啊 那么徐树他也是来举荐我们的 那他应该也是一个忠诚的身份 那么我们看成功这个龟袜子干什么了啊 成功他第一轮也没动 姬康第一轮也没动 下 公孙渊是跟着我们的思路啊 乐成功又去决斗马良 那他应该也是一个反忠诚的身份啊 好的 那你马良你逃得过初一 能拿还到逃得过15吗 是不是 你躲过了第一个菊花 你难道还想躲过第二个菊花 开玩笑啊 好的 那么这个吉康他竟然没动啊 我们本身忠诚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啊 这个 共孙渊和徐树 跳的是一个比较忠的身份 而且啊 这两个家伙又不怎么适合当内奸啊 所以说我们暂时还是相信他们两个是忠诚 但是曹人这个家伙也是跳的一个比较忠诚 所以说 这个我们暂时可以给他打一个忠诚 但是曹人这个武将太像内奸了啊 他当内奸肯定要 公孙渊要厉害啊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这个曹人这个身份啊 我是暂时给他打一个忠诚啊 他时不时的可能会把他的内奸身份 把他二五载的属性跳出来的啊 好的 那么这个成功他放了一个南蛮入侵 为什么哎 我未定不能 四位打出杀啊 不能使用 这个使用啊 不能打出杀啊 我叫这个南蛮入侵是打出啊 我们未定只能是使用 使用 使用叫什么 使用 我们这个杀 关锁就叫使用啊 这个 别人来杀我们啊 你叫使用杀 比如说放万念齐发啊 我们肯定不能那个啥的 当然南蛮入侵也不行啊 好的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冰水渊 跳的是一个比较忠诚的身份啊 哎 我刚刚上 刚刚就说过啊 这个曹人的身份是有待 这个商榷的啊 他搞得不好 他就把他的内奸身份就跳出来 确实呀 是不是 曹人是一个内奸啊 是不是 那曹人是内奸的话 我们就好打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从先从好打的关锁和成功那里去打 是不是 鸡康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因为这个我们的头不铁啊 我们不能去钢他啊 不能乱钢他 我们等我们头铁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钢鸡康啊 好的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闪电转来转去说的话 真是很危险啊 那当然这个闪电如果把曹人或者把鸡康爆了 那我们是特别特别爽啊 那当然这个爆曹人是不主要了 因为他本身有一个这个解围有无限可击啊 那么爆鸡康我们还是喜欢的是不是 哎 所以说这个爆了曹人啊 当然爆曹人是最好的啊 绝对是爆曹人是最好的 刚刚也说过啊 那曹人装备那么多啊想抱重他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想要跟他拼无限也不可能啊 好的 那么这个闪电就别指望着炸我们的人啊 就别指望着炸啊 就别炸我们公孙渊和我们鲁康啊 可以炸徐树啊 可以炸徐树 因为徐树有无言的效果在 所以说他不怕被闪电炸啊 他不怕被闪电炸 哪怕这个闪电的伤害是一万里啊 徐树照样不怕照样不怕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关锁 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怕了啊 因为这个别怕他技能比较多啊 你关锁 我刚刚说别怕他技能比较多 但是这个徐树马上就阵亡了啊 那么徐树一阵亡的话 我们这个过拍能力 虽然我们有轻松 但是他如果能给我们这个举剑的话 我们的过拍量绝对是大大的啊 好的 那么无中生有开一下 然后铁索良环肯定要绑啊 肯定要绑 然后这个该给要给 然后藤甲其实该装 其实这个藤甲 嗯 没必要装吧 真的是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本身未经有 这个徐树闪的一次机会啊 所以说藤甲没有必要装 万一这个关锁来个火攻 我们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啊 好的 以神纵横 岂可谓他人称臣啊 那么这个是公孙渊啊 前几轮也是啊 也是头比较铁 跟曹仁疯狂的去 抢这个嘉义码 但是你公孙渊是抢不过曹仁的啊 你的嘉义码啊 你肯定是抢不过曹仁的嘉义码的啊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啊 那接下来的话 你这可是的关锁自由啊 这个你开南蛮我比较喜欢啊 打曹仁一张牌也好啊 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肯定是要来打你关锁的啊 那么你开万键我也比较喜欢 那么公孙渊手里肯定是有闪的啊 因为我给他的牌 我还不知道吗 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我们轻忠一丝爽 一直轻忠一直爽 是不是啊 那么公孙渊他有菊花刀 然后有桃子啊 他可以 怀疑 拿 关锁的一张牌 轻轻松松的 抱他的菊花啊 抱他的菊花 但是 这个家伙是 脑子 在想什么啊 他其实没有必要这么打啊 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打 然后就是 他其实最好的就是说 怀疑 把关锁的手牌拿了 然后一菊花下去 潮人可能有桃子 但是你这刀下去的收益 绝对杠杠的啊 关锁他有冠师傅 他的威胁并不是很大了 因为他的手牌越来越少 冠师傅在他手里 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啊 冠师傅在他手里 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啊 那么 刚刚这个 鸡康获得啊 关锁获得 鸡康的柔衔啊 柔衔啊 柔衔也是 相当来说比较烂的了啊 这个 刚刚说 说 砍了公孙渊砍了他一套 他 对公孙渊发动了柔衔 那么 公孙渊也是啊 比较喜欢拿了他的一张 回了一点血啊 回了一点血啊 所以说 这个公孙渊这个家伙 就是说用我们 生活中的话就是说 这个家伙有一点 这个 不知轻重啊 不知道哪个牌对他有用啊 不知道哪个牌对他有用 不知道哪个牌对他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 这个 马车啊 如果要真要 开始打曹仁啊 这个 先把曹仁的马车卸了 然后再把他的减一马卸了 再把他的防锯卸了 慢慢打啊 慢慢打 这样子的话 我们肯定是能稳赢的啊 本身啊 虽然曹仁他的过牌能力很强 但是啊 我要记住 我们 过牌能力 并不比马 曹仁差啊 并不比曹仁差啊 所以说 公孙渊 你通过怀艺啊 慢慢的把曹仁的装备 卸下来啊 卸了之后就不要装 其他装备都可以装 但是加一马 不要装啊 加一马不要装 这样子的话 我们磨就能把曹仁磨死了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 藤甲终于还是 被烧了一次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被烧一次很正常啊 我们不用讨论这个啊 好的 你有冠师傅的话 这个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拿手牌 或者拿冠师傅 就去冠他 那么曹仁这个家伙也是 他头也是比较低啊 这个明白的冠师傅 不 不解 不解为拿过来啊 这个 这个 终于要死在冠师傅身上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也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哦 那么结束之前啊 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句话啊 这个视频结束后方啊 有彩虹的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啊 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 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好回忆在大海中 不会忘了